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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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闻如圣 一时佛祝王赦伦 其师库当中 与大夫就众万二十天人聚 一切大圣 一切大圣 圣身与大 协议约 尊者表本性 尊者正愿 尊者正愚 尊者大法 尊者正愿 尊者大量 尊者人贤 尊者忆宏 尊者灵魂 尊者善始 尊者俱赐 尊者游往 尊者忧友 尊者弥求 尊者大墓天灵 尊者洁面道 尊者大度 尊者大静志 尊者摩托尊浪 尊者满怨时 尊者迪教 尊者流贵 尊者天福 尊者面貌 尊者地善 尊者人性 尊者家座 尊者善才 尊者罗云 尊者何耐 天独师等上述者也 又于大乘宗佛杀 主言佛杀 妙佛佛杀 此事佛杀等 此贤皆中一些佛杀 又贤乎等十六圣寿 善思义佛杀 神会佛杀 空佛佛杀 神风化佛杀 光阴佛杀 慧上佛杀 智床佛杀 吉根佛杀 愿慧佛杀 相向佛杀 报音佛杀 忠祝佛杀 智行佛杀 解脱佛杀 好 先看这一段 在我们的考表当中 这就是法会胜众的意义 也计算是 说明续分 一部经理念 有续分 正宗分 十六分 这个三分的分法 首先是来自道安大书 那续分就像一个人的头五 五官俱人 圣中分就像一个人的身 五脏六脱 都有俱 流通分就像一个人的三脱 运行不治 就是与一个人的三部分 来与续分 圣中分和五种分 在续分里面又有两个部分 第一是正性序 第二是发起序 正性序就是一般经典都具足的六种正性 这种与续分成就 信成就 文成就 识成就 度成就 处成就 这是一般的正性序要拿的 还有发起序就是这部经所特殊的发起序 那么今天我们先看正性序 我们一下子认为了这一大段 就是 表明这是讲《无量寿经》的一个方法 不可能一句一句自己讲得那么详实 我们就是提纲间讲《大义》 就叫《要义》 这个大家看这一念下来 它整个的格局是很宏大的 一个《大义》的讲《大义》的格局 在《无量寿经》当中 可以马上就能展示它 空面而来 《我闻乳》 一般是《如是我闻》 但这边它翻译的是《我们》 《如是》也都一样 《如是》也都一样 《如是》就代表《信》的意思 《佛》所说的意思 说见法是见法 说瞬法也是误不睁法 如众生的意义来说 《如是》在《佑人家》里边 常常有很多的不同角度的权迹 我们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了 深如实相而说 以这个说法念佛往生为事 大家这样去理解 就直接把握他的意思就可以了 这个我文是文成就 文成就这是指 节级经典的阿难尊子 他说是我亲自从佛那里听来了 在所有的经出都要列 如是我文是字 这是阿难尊子在佛涅盘的时候 所提的四个问题的其中之一 一切经出以什么安明 佛告诉来一切经出安如是我文 好 如是我文确实 这种师尊具有先见之明 如果不讲如是我文 节级经典的这些弟子 将会令大家产生怀疑 你看这个阿难尊子 在接触节级修多罗的时候 他一登座 还真的是这种法力的加持力了 一下子这个阿难尊子的相貌非常庄严 就如同佛一样的相好 当时余会的这些 阿罗汉就下着就怀疑 这是不是释迦牟尼佛重新回来了 这是第一个怀疑 第二个怀疑 是不是阿难尊子他自己成佛了 第三个怀疑 是不是他方的佛过来了 当大家面临这种怀疑的时候 等那个阿难尊子一说 如是我文 三个疑问都没有了 这个一时是指十成就 它没有具体的标 具体的年月日 这个表现手法就非常的 具有佛法的内涵 你标什么年月日 或者各个国家不同的历法又不一样 纪念的方式不一样 而且你具体到那个就没有味道了 所以这个一时是表明师之道合 那一时 就是这个师 就是释迦牟尼佛要运在胸怀 要说的法 跟余慧大众渴望 渴望获得这个法 能相信信受 接纳这个法的这么一个因缘成熟的那一刻 就成就了一时 十成就 这个王守城 齐斯库山中 这就是指 平博苏洛王所做的摩基陀国 它旁边有一个齐斯库山 我们讲是灵山 灵鳩山 这座山呢 是很多大乘佛法都在这里宣说的 来说明这个畜所的殊胜 这个摩基陀国 摩基陀国 是佛成道的一个国家 佛为了报答法身 在这里诞生的恩德 在他一代实教 四十九年当中 很长的时间 都是在齐斯库山 来讲进说法 好 在这个法会上 重成就 先列出了大比丘 一万二千人均 大比丘 就是指正道 阿罗汉国的这些圣子 就是说成为一切圣子 一切大圣 神通以达 为什么成为大圣 这些大比丘 在下面属列举的三十一位尊者 这些尊者呢 是在以后的大圣经典会 透显消息 是法身大事 视现身文重 来扶持这个释迦牟尼佛 讲大圣佛法 做影响中 所以这些大圣 神通智慧都已经了达了 到家了 下面就列取了 三十一位尊者的名字 那么这里 我们也不可能 一一去介绍三十一个尊者的 这样的生平得业了 三十一个大特比丘 是当时世界牟尼佛 教团当中的核心人物 首先一个尊者了本记 就是乔乘罗 这是佛在陆叶园 讲世地法 开悟的第一个弟子 那么把它摆在第一 也表明 这个净土一法 能够信受的 就是佛的第一弟子 下面的正愿 正愿就是马圣比丘 这个摩和家设 是表明传佛心印的祖师 摄地佛是智慧第一的 帝子 大摩尼址是神通第一的 佛罗那尊者是说法第一的 他这个翻译的意思 实际上很多都是我们熟悉的名字 比如这个义称 尊者义称 尊者义称就是优伯离尊者 他是持戒第一的 这个罗云就是罗和罗密行第一的 阿难尊者是多文第一的 好 这些尊者摆在这个地方 一看 大家说这么多有德行的上手弟子 都参与了无量色法会 都最后产生了幸运 穷生西方极乐世界 他就能够引动 这个其他的比丘 包括居士 也都发起一个愿望神的心 你看像这个乔生奴这样的 摄地佛摩合加设 大摩尖尼 这种人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还有什么理由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他就有个榜样 示范的作用 然后他这些尊者摆在这里 各有各的长处 各有各的特点 那么所有的学佛的弟子 都会在这些尊者 这些尊者下面 各有他的弟子 就找到了一个同类相隐 相隐的效果 神通第一的人 他会很推崇大摩尖连 你看大摩尖连都求往生 我们这些有小神通的人 更应该求往生 实际上神通最终 是解决不了生死问题的 所以这些一列出来 这个架构很宏大 这些上手的声文弟子 都参与了 这个无量寿经法会 是这部经典的当机众 虽然从他的从本垂集 来做影响中 但在这个法会上 他通过无量寿经 阿弥陀佛的大愿 以及净土殊胜的这些 法的听闻之后 他也就产生了 这个深切的信心 可不可以是见到 释迦牟尼佛 视线在空中的时候 所有人都跪下来 都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他也能够快速的 往生快速的成佛 他也可以得第一意 西坦的第一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他也可以说是当机众 好 那么下面标出了三位菩萨 这三位菩萨大家都很熟悉 都是当机菩萨 首先是普贤菩萨 华言长子 在这里 表达净土法门重行 重愿行 普贤菩萨是以十大愿望来著称的 而且修净土法门的人 都要去修行普贤十大愿望 下面会谈到这些余会的圣众 都皆尊普贤大师之德 所以在这里 把普贤菩萨标列出来 所以普贤菩萨行愿品 最后倒归西方极乐世界 都作为净土的根本经典之一 第二尊菩萨 表显的是文殊菩萨 又成为妙德 他有时候成为妙德菩萨 有时候成为妙吉祥菩萨 都是指文殊势力 在这里所表达的 就是文殊的根本质 是信心丹和净土法门的一个前提 而且要圆满 圆满普贤的行门 首先要开闲文殊的不如智慧 文殊菩萨所表现的一行三昧 一象三昧 落实在进度当中 就是以文殊的根本质 来专修念佛的一行三昧 所以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慧远大师当年会把经文殊 请到东宁市来 这是一段很神奇的一个公案 那个经文殊是阿淫王所制的 这个陶侃把他带到湖北 这个湖里面 沉到湖里面 怎么也打牢不起来 慧远大师自成祈祷 这个经文殊从河底下 飞到了东宁市 所以当时就建立一个文殊阁 原来东宁市都有文殊 可惜的是 具有关人士说 是文革的时候 这尊经文书被火化了 火到炉子时 我们上次讲整体规划 怎么施设我们的东宁市的 新的格局的时候 我们又重新提出 能不能在东宁市 飞福文殊格 它还是具有很大的宗教 象征意义的 这是妙德菩萨 第三尊就是慈士菩萨 慈士菩萨就是弥勒菩萨 他多生多戒以来 修慈心三妹 也发愿在刀兵节当中 覆念拥戴众生 现在是在斗塞内院 作为贤节的第五尊佛 后补佛 那么在这个法会上 无量寿经法会上 后半部它是作为当机众 由于它是后补佛 释迦牟尼佛就要把这个殊胜的法门 来 祖托给它 让它传承下去 那么传承这样的一个 大事因缘 没有 等觉菩萨的身份 是不堪腐足的 这样腐足 你看 弥勒菩萨是非常慎重的 接受的这种嘱托 可以想象 龙华三会 也必定会宣说无量寿经 好 这位三位等觉菩萨 属这个等 就是以他三位作为代表 菩萨的人数甚多 甚多多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贤劫中一切菩萨 都参与了这个法会 贤劫中一切菩萨 也就等于说 以后贤劫中成佛的 那个995尊菩萨 都在这个法会上 于是不仅弥勒菩萨 一尊佛在龙华三会 宣说无量寿经 乃至于贤劫千佛 都会宣说无量寿经 所以在这个法会上 释迦牟尼所属辅助的 是以弥勒菩萨 作为一个为首 对贤劫千佛的一个辅助 一个主土 所以这里标显出 贤劫的一切菩萨 好 下面就谈到贤富 等十六正式 这个贤富 就是一个在家的菩萨 在经典当中 常常讲这个贤富菩萨的 这种得能 他是一个大的商 长者子 家底非常富有 就是他家里的享乐的情况 超过斗帅天人 他好像就是一个 商业机构的一个会长 很多的小商 中小商人都云集在他的旁边 很有号召力 那么不仅他的福报 财富非常深广 他的道德感也非常强 你看这个波竹三昧经讲的 那个修波竹三昧 定中见佛 就是指贤富菩萨 他只不过是翻译 是翻译成佛陀佛 就是贤富菩萨 然后他讲经说法 你看这个大致多顿 讲一个公案 说有三兄弟 这个 就 号邀女人 就听说另外一个城市 有三个美女 就天天这三兄弟 想这个美女 想一想 还想 还真有境界 就在梦中 这三个美女 到他梦中来了 于是就 快乐的一阵 那这个事情呢 这三个兄弟 就很奇怪 梦中很清晰 但怎么会有这个事呢 就请教贤富菩萨 这个贤富 这个贤富菩萨 就跟他讲 一切法都是我们念头 所产生出来 虽然你没有去那个城市 那个美女 也没有到你这来 但是事情 成办了 不仅这样是 情况是这样 一切法 都是 都是 他通过这一讲法 这三个兄弟 竟然得到了 不退转的地位 竟然得到了 无神法人 得阿比法治 那你可见 这个贤富菩萨 竟然能够 那三兄弟 没有修行佛法的人 能够当下 得阿比法治 你看他是一个 什么身份的人 所以 经典当中 他是等觉菩萨事先 这是贤富 下面 提出了 等十六正式 这个贤富等十六正式 是贤富菩萨 所代表的 在家菩萨 这个善师义菩萨 信会菩萨 这里表达的是 这个余会大众 还有一部分菩萨 是从他方世界过来的 所以这个法会 就是一个很宏大的 开放系统 当要说这样的 大的圆顿之法的时候 这个会有 很多的内向 那么他方世界的菩萨 有缘的 有缘的菩萨 接纳这样的内向 他也会过来 所以这 下明天的这些菩萨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这些菩萨 他的这个名称 都有一些表法的意义 都有 让我们能够深入法意 修行的东西在里面 善师义菩萨 你如果听闻到法 你要善师义 要落实在 师会上 不是你听到什么 就照本来接收到 佛法是智慧 一定要善师义 信会菩萨 你如果佛法大海 一定要有信 这个信实际上就是智慧 般人智慧 人有信会难 那在这样的一个 净土法门的听闻当中 第一证菩萨告诉我们 要善于去思维 第二证菩萨 要我们深发这种 信心的智慧 空无菩萨 你要有一种 对诸法空性 如木如幻的 这样的一种 对空的本质的把握 神通菩萨 你有空性 你就会得神通 但神通也不是究竟的 神通就像花一样的 一个点缀 实际上还是要把 一些种子作为它的果实 所以他讲有 会上智慧 一些种子为最上 这些 所以这些都是告诉 包括愿 你能够发起 求往生的愿 这也属于波约智慧的范畴 所以我们常常说 信愿 它属于波约智慧的范畴 这个波约智慧的现前 是超过很多行为上的 这种功德 很多倍的 好 这我们就做这样的一个 简单的解释 大家一定要举一反三 好 请看下面 下面经文 接尊 除斗树天 红轩正拔 舍笔天公 将神母胎 从右膝身 现行七步 光明显耀 普照十方 无量佛土 六种震动 举身自称 物当于是 唯无上尊 师凡奉事 天人归阳 事现算计 文于色域 博中道数 惯念群集 由于后缘 讲武 是意 现处 宫中 思位之间 见老病死 物事非常 弃薄财位 入山学道 佛衬白马 宝观阴落 浅之令环 舍真妙衣 而着法福 剔除须发 端坐树下 勤苦六年 行如属阴 现五着岔 随顺群生 事有成垢 沐浴金流 天安树枝 得攀出池 临亲义从 网易到场 吉祥感真 表彰 表彰功卓 哀受失朝 赴福 树下 家夫而坐 奋大光明 使摩滋滋 摩帅 灌俗 而来 避世 自以自利 皆令降福 得微妙法 成罪正觉 事凡其勤 勤转法人 以佛由布 佛猴而猴 扣法骨 吹法罗 执法剑 剑法床 正法雷 要法殿 术法语 言法诗 常以法音 觉足世间 光明普照 无量活度 一切世界 六种震动 总奢魔戒 动魔宫殿 纵魔折布 莫不归服 国列邪网 消灭足见 善足尘牢 坏足于迁 严覆法尘 开尘法门 洗着购物 显明清白 光龙佛法 宣流正化 入国分位 福足风善 诸功德 是福田 欲宣法 献心效 以诸法药 救了三苦 显现道义 无量功德 受菩萨迹 成等正觉 世线灭度 整计无极 消除足漏 执重得本 具足功德 微妙满良 游足佛国 普现道教 其属修行 清净无会 譬如幻师 献重异象 为男为女 无数不变 本学明了 在义所为 此诸菩萨 义福如是 学一切法 贯忠履烈 属住安地 弥补感化 无数佛度 皆习普现 未成慢知 民伤众生 如是知法 一切具足 好 先看这一大段 上面标显了 余慧的声闻和菩萨 慎重之后 下面就 总的来赞叹 这些慎重的道德 这列立他的菩萨行 那这一段 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 是 作为 一个菩萨 修菩萨道的 一个表范 我们大家都 想 怎么修菩萨道 无量寿经里面 他修菩萨道 是一个内容非常完整的 一部经典 散落在三个部分 第一就是 这一部分 愚慧大众的得恨 第二就是 阿弥陀佛 发愿修行的那一部分 第三就是 西方极乐世界 那些往生者 那些菩萨 日常的菩萨道 把这三部分 整合起来 加以 这个 阅读 可以说 菩萨恨 通途的 特别的 菩萨恨 都在这里 完整 具足 好 首先 总的 概述 这些 愚慧大众 都在 遵行 普贤 菩萨的 得能 普贤 菩萨 得能 就是体现在 十大愿望 从 礼尽 祖佛 称赞 奴来 广修 供养 到 普 接 回 相 是 大乘 菩萨 道的 修行 最殊胜的 科目 也是 原成 佛国 成就 如来 无量 无边 得恨的 一个 因地上的 这样的 一个 行持 那么 这些 参与 无量 受法会 的 慎重 都在 以 普贤 十大愿望 作为 修行 的准范 能够 修行 十大愿望 也就 可以说 是 具足了 一切 菩萨 无量 的 行愿 由 这个 十大愿望 可以 衍生出 无量 无边 的 菩萨 的 行愿 那么 这些 菩萨 都能 安住 一些 功德 之 法 一切 功德 安住在 自信的 心真如门 上面 实相上面 一切 如来的 果德上面 但是呢 又有 他的 悲心 由 不 实 方 心 全 方便 路夫 法 照 就近 彼岸 安住 在 一切 功德 之法 是得到了 实相 的 体性 从 提起 用 就是 下面 四句话 这是 一切 菩萨 的 方便 制 全 德 好 那么 这四句话 实际上是一些菩萨道德最根本的精神 你虽能切证了无神法忍 但是你只是在无神法忍当中独享自己的法喜法乐 这不能成为真正的大菩萨 你一定要心细苦难的众生不忘记自己原来发的悲怨 所以要到十方世界去视线八项成大 拯救众生 这时候他由于已经有安住一些功德之法的自证的能力 所以他去救度十方众生 他是很方便的 他能够游戏神通 他能得大自在 所以就叫游步 那么游步到十方世界当中 行菩萨道 行菩萨道他一定要善巧方便 一个菩萨没有善巧方便 他是渡不了众生的 这个方便就是权法 但这个权是从十法当中审出的权 从十法当中审出的权 这个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是到达十法的一个过程 一个过渡 于是他也是十法的一个组成部分 所以在法华经说得很清楚 诸佛奴来到我们世界 他最有说的法是说一寸法 但一寸法没有这样的单后的根基 那就由十开拳 就开二寸三寸乃至五寸的佛法 最后到了法法会上 要会三归一 要归到大寸的一寸法 那么这样的过程就是行权方便的过程 行权方便的目的是 让他归佛的法杖 佛的法杖 佛的本坏就是要以如来灭度而灭度之 以一寸法来度脱众生 究竟到达涅槃的彼岸 成就大乘的佛部 那这些余慧菩萨 如果以念佛法门 念佛法门提供给大家 这也是在行权方便 让他通过信任念佛 到西方极度世界去 得到这种阿弥陀佛的加持 快速的得阿弥陀佛的快速的成佛 这就是归佛法杖 等到把两种生死断尽 就就尽彼岸 所以这几句话 是下面的所有经文当中的一个纲领 一切菩萨道修行 都要把这个作为总纲 不是治了汉的 好 那下面这一大段 就是对刚才这几句话的具体的展开 那具体要由不释放 心权方便 陆佛法杖 究竟必案 面对众生该怎么做 要具体落实在 视线八项成道 这些大菩萨 他们只要正到原教出注 破一品无名 就有能力 在他方世界视线八项成道 原教出注 可以在一百个三千大天世界 视线八项成道 二诸菩萨可以一千个 三千大天世界 每正上一界 能增加十倍 那么 所以在无量无边的 微成数的世界 现成整具 现成等觉 等觉就是成佛 现成 什么叫现成 现成就是 法尔自然的无作妙用 不动念 顺应着自己的原来的怨心 顺应着一切苦难众生 这种能感的根基 法尔自然的视线八项成道 这就叫现成等觉 下面就列出了八项成道的过程 这个过程就以释迦牟尼佛一尊佛作为一个例子 来代表 来代表所有的佛都是这样做的 一记一切 那么 实际迦牟尼佛事先八项成道的这个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了 为什么一下念这么多 大家应该是很熟悉 我就简单的贯通一下 首先是露胎 露胎像 八项地下露胎 处斗树天 就是这些等觉菩萨 叫一身补处菩萨 他首先在斗塞内院 等待下身成佛 他在斗塞内院呢 他也没闲着 斗塞内院也有很多菩萨 他在那个斗塞内院红悬正法 原来这个虚云老和尚说 他重伤 他的神识到了斗塞内院 听了一做法 这个米勒菩萨 他就不想下来 米勒菩萨你还得下来 说明这个 他一看 还看那些熟人 这红悬正法 好 这个 释迦牟尼佛当时叫 复明菩萨了 在一身补处的时候 舍比天公 这时候他观察到 南沿佛体的众生了 整个火宅炎炎 火宅里面所有的众生 都是这个 佛菩萨的子女 所以他的悲心 不舍三界火宅的众生 就是舍去天公的享乐 来降神母胎 其作六牙白相 从摩耶夫人的 右蟹进入 这是降胎 露胎 露胎 任何一尊佛露胎 都要进行观察 观察哪个家族 父母的种姓 对于成佛度众生的利益 有多大 都得仔细观察清楚 才能过来 不是蒙明蒙懂过来 到时候钻到一个屠夫家 那怎么办呢 那你成佛 人家都不相信你 出身这么低贱 你还度什么做生 一定要是高贵 高贵的种族 你看这个末法的时代 这个五族恶事 大家都注重权力 权势 所以佛一定要到国王家 到了人寿 到了八万大劫的时候 整个众生都重视精神价值 所以米勒菩萨 所选择的是婆罗门家 而且看都是那个时代 最好的家族 好 这是露胎之相 第二是出身相 摩耶夫人一怀孕 就非常安详 国中也出生了很多吉祥的事情 等到十曰满的时候 一般按 那个女人要到娘家去出生 所以摩耶夫人就到天碧城 还没到达的时候就在平南园 那地方小歇 小歇在一棵枝帽繁缩的 无忧树下攀着树枝的时候 这位太子就降丹 所以他的出生都是很神奇的 用现代话来说 他叫无信繁殖 科隆 但是不止一般的科隆 就是他的出生都是从右系出来 一出生当时天上就有九条龙 九龙墓水跟他沐浴 这位小太子一出生 东南西百哥走几步 步步莲花 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天上人间唯我都尊 我们御佛节 就是这尊降旦的这种样子 有人问为什么走七步不走六步呢 这就反映七代表出世间法 六是六道 再往前迈一步超越六道 所以释迦牟尼佛用七步告诉我 我们他来宣说的是出六道轮回的出世间法 全身充满着光明 普照十方无量无命的差度 释迦牟尼佛在这个降旦的时候 他都也要放光 这个放光放到十方世界 去告诉那些有缘的众生 因为他在阴地当中也接了很多法缘 曾经有很多菩萨发过愿 说你释迦牟尼佛要成佛的时候 我们都会来帮忙 那既能帮忙 释迦牟尼佛马上下去告诉他 我马上要到严佛地成佛了 这些菩萨也都纷纷在这个时空态里面降生 或者做国王 或者做弟子 或者做商人 或者什么 这些都是菩萨过来 共同来完成教化众生的这种大事因缘 这一点大家看《华言经》就看不明白 好 那这是我们地球上一件大事 也是法界的一件大事 所以就六种震动 地面是震动 这个六种震动有几种说法 有的是震动之相 六种震动之相 有的是说这个是六种震动 这里估计六种震动可能更合适一点 就是佛落胎时 出胎时 成道时 转法轮时 再就是那个魔寻 天魔魔寻 劝请佛 你赶紧露涅槃之时 在最后是露涅槃之时 这六个时节 六种震动 好 这个发出震撼宇宙的声音 物当于这个世间 为无上尊 无上尊就是无上士 没有比我更高的 我是一切智人 说这个是无所谓 无畏说狮子吼的 所以当时一降旦 这么一说 这个刀帝天王 大班天王 士天王都下来 纷纷的来侍奉 这个玉戒 玉戒 色戒天人 纷纷来皈依 瞻仰 所以出身之相 都是非常盛大 当时那个天人 这个斗帅天的天人 那个最好的工匠 叫摩 叫什么 他都变化了 一个七宝车 来装载这个太子 回到皇宫 那这个四天王 在前面开路 这个盛况都是 不可思议的 好 这就是出身之相 第三是童子相 在童子阶段 视线 实际上佛师一切都懂 但是既然来到这个时间 就表面上表现的 他还要请老师来教一教 做个学生 当时晋饭王 在全国选择 最有学问的人 做他的老师 据记载 那个老师 给他降到第一课之后 就不敢再教 就教他了 因为他的智慧 他的学问超过老师 但要视线想 事件 算计就是数学 文 文就是诗书 义就是各种工艺 这个色域就是他的武术 那么古代的印度 也是一个宗教典籍非常丰富的地方 这个士伟陀 婆罗门教 他那些外道书籍 也都是圣生的学问 所以讲五名了 这个太子都能够博览群书 能够综合他的这个意识 要义 能够通达他的一切道数 不仅道 他的行而上的道了解 就是行而下的数也了解 像堪语 占心学 算点命 算点挂了这些数 佛爷一切都了解 一般五地的菩萨 都了解这些 你让他堪语 看相 他都了解 博中道书 惯恋群集 惯就是能贯通 恋就是他能够通达 恋达 所有的经典 他都能够了解 所以这只过目不亡的智慧 这种一看马上领悟的智慧 这就是不是今生的水平 今生读书方语词 这是圆梅 赞叹黄山谷的一句话 你要别说是一个 一切种子人 你在这个世间 作为一个稍有点名气的学子 你说你就是这几十年 就能够成功吗 这都是你多生多劫 读了点书 今生延续上来了 你才可能能成点名 黄山谷说他上一辈子的文章 到这一辈子考秀才 考举人考近视 都是上一辈子写好的 这是把它抄下来而已 所以这个佛就是一切种子则 视线 视线这些马上就理解了 把握了 并且又视线那七之相 这个耶稣陀罗 当时天杖国国王 有一个很美丽的女儿 这个晋贩王就在太子的 十七八岁的时候就有求亲 天杖国王说 我的女儿要嫁给一个 这个通过竞赛 各方面第一的人 于是五百个施家族的年轻人 就一起开始比赛 比赛先比武咯 比武你看提伯达多都也参加了 当然能得到这个美女 谁不想得到 提伯达多一拳 就把这个大象给打死了 但是这个西大多太子 把这个大象一抛抛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这个射箭 但有的人能够射 那个铁骨射一重 那这个太子一射七重都射过 而且箭还到很远的地方 形成箭坑了 就是这个武艺它是第一 然后这是 你要弄武它有武 你要搞文它也能搞文 反正一笔它是第一 所以这个 讲武士义这样的就现处宫中 是现处在王宫里面 这些女士和世间的享乐之间 好 那么紧接着就有出家之想 近距天人 看到这个太子在这享乐 这些世间的武欲 就怕他迷失了 就有一个提醒 就提醒 有一次这个太子说 我要跟靖范王说 我要出去看看 游览游览一下 结果这个靖范王赶紧 把道路打扫干净 这个车都准备好 这个车子从东门出的时候 一出去就看到一个老人 颤颤为民 这个太子一看 哎呀 这么衰老 就想到我也有老的时候 一想到这个 信未索然 回来 不去看 过段时间 从南门出去 这个靖范天又事先一个病人 病得这个面黄激烧 这个太子一看 哎呀 这个病人 又让他游蜀赶出 又回皇宫 不去玩了 第三次出西门 碰到一个死人 正在送账 让他感觉到 哎呀 这么哀伤 我也迟早又死的一天 到第四次 从 摆门出去 建到一个沙门 这沙门就是 进去天变化 他问你是什么 我说沙门 沙门干什么的 沙门处在闲旷的地方 修道 解决生老病似的 哎 这个太子一听 哎 这很好 我要干这个 所以回去跟他的父王一说 我要做沙门 这个靖范王就吓坏了 我就唯一的一个太子 就只靠他 他要出家 这怎么行的 那有很多因素 把他困在了 最后还是 因缘成熟 也是天人帮忙 这个马 白马从围墙 城墙 一下子要出去 星光之夜要出去 连续跑到240公里 到达苦行林 这么一个事 所以就叫 见到老病死 能够 你那个觉悟到 这个世间是无常的 所以要解决这个 生老病死 无常世间的苦难 这位太子 弹出 弃国彩未有 他可不是一般人 他是个一种国王的人 阿斯陀 有些人 看他的像 就说如果他会出家 二十九岁年中 转无法 如果出家 他一定会成佛的 所以这种像 当时这个太子 这个静泛王 把这个太子 再爆出来 这个阿斯陀先生 一看就流眼泪 流眼泪 搞得静泛王 害怕 是什么情况 那你掉眼泪 难道我这个儿子 还有不吉祥的东西 这个阿斯陀 不是这样 等他成佛的时候 我已经不在这个世间了 我听不到他讲的 说法 我为自己感到悲伤 所以我掉眼泪 他把这些 贵为天子 富有天下的 这些 全都 抛弃了 弃国财位 这告诉我们 世间上有比国王的财位 更有价值的事情 就是修道 就入山学道 先跟很多外道去学 很快就学到了 无论是欲界的禅定 色界的禅定 乃至飞翔飞飞翔禅定的功夫 都具足 但是 还是不究竟 不能解决生事问题 他当时出来的 出家过程当中 他是骑着白马过来的 他身上是一个太子的这种装饰 帽子都是追满了宝珠的 阴落都戴在胸上 鼻上很多 这是不合适的 所以当时太子自己用金刀来 断来剃拔 把自己的衣服要换下来 但是换下来 这个换给谁 换什么衣服 这时候忽然就出现一个猎人 身上披着袈裟 他就问 你这个衣服不错 你怎么披袈裟 他说我是打猎的 我是觉得有一个 披上这种衣服 打猎很方便 那些动物都不会跑 因为这个袈裟是修道人的床项 动物一看他比较放心 但谁知道这是假冒的道人 那这个太子说 你这样做不好 那这样吧 我们来换吧 我把身上衣服把你换过来 就进行了一个调换 就是舍掉很珍宝的衣服 就披上的这个袈裟 然后就把这个 让这个车尼 他的车夫 就把白马 包括这些音乐 都交给他的姨母 磨合 磨合波斯波提 因为这个摩耶夫人 生下这位太子 七天就已经 到了刀利天龙 所以这个太子 是他的姨母 抚养大的 这样 剔除虚法 当这个车逆回去 还有很多故事了 我们就没有时间去讲了 剔除虚法 就道人 端坐树下 勤苦六年 我们两年前到印度 也看参拜了一些 释迦牟尼佛修道的圣地 其实其中有一个 他的石洞里面 在那里苦恨 六年色石洞 我们也爬进去看了一下 那真的是 每天一马一狸 瘦的是 能见到骨头 他修苦恨修了六年 当时外道婆罗门的 这些修行人 他也推崇苦恨 但最多修三年 这位太子竟然修了六年 加了一倍 这位以后他降服外道 是非常有作用的 如果你一年 苦恨都没修 你跟他讲 那家外道他不听的 说你这个人就是 养真主 又在皇宫里面 待着你凭什么 跟我讲什么东西 现在这个太子 修了六年 就有降服他们的力量 所以这位太子出家 修道 还真的 做到了一个修道人 应该做的事情 刻苦精进 努力 唯道事念 不为一切俗 动摇 五欲早已把他放弃了 当时这个 平不苏罗王 看到这位太子 脱波的时候 对他很欢喜 好像很有缘分 劝他还俗 如果你愿意回来 我可以把一半的国王 分给你治理 这位太子 根本就 不为所动的 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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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